小白鋼 飛鴻海洞對海洋和海地影響 民間基金會是調查 他們的生活海洋和飛鴻海洋的頂大區 要信心頂要視乎認證 希望可以讓政府和蘇斯利海洋保護區 臺灣東部海洋是蒸屯重要的設定 因為有黑條海流 所以飛鴻海洋也有很多 人類在海上的飛鴻海洋 都會對蒸屯造成一定影響 不會補給牠們找一個未必鑑鳥的海洋 我們希望幫這個金豚的生態 他們有一些重要的區域 把它盤點出來 比如說繁殖啊 或者是蜜食啊 休息這些地方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這些地方確立的話 有沒有可能我們在這邊 訂一些管理的規則 跟漁業的活動可以做出一些區隔 這項教授 含有立志位教會已經接平三年 調查紀錄 專家的活動含有本所 和飛鴻海洋的作業環圍和方式 並且採取含有動物重要設定範圍 要向國際組聯部聯名申請認證 讓臺灣這裡的資料 可以去申請IUCN的IMMAS 海洋部動物狀態器的一個認證 那希望透過這個認證 可以幫助我們加速 就是臺灣這樣子的推動 就是能夠讓化射保護區的策略 它能夠是盡早達成的 根據調查 在華連海洋情團的將來 大概有20種 對中水行的海藏海都 佛氏海都 揮吻海都 到大型的海藏 虛津 某鄉津 都頂頂出現 有當下富城下來 這麼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讓這些政團 能夠安心來這裡回遊 記者綜合部都 要衝 某鄉津 好